回到刘光苑,厨娘们正在往桌子上摆饭,一看菜色,谢知方诱惑了。 就这还是小姐怕少爷受委屈,掏了提挤银子让厨娘们夹倒。 谢知方抬脚鱼把饭桌踹翻,想了一想竟然又暗了下来,一屁股坐到桌前,端起那红豆粥就喝。 青梅,去,把灶上管事的叫过来,就说也有东西要赏的。 阿棠,你顾好你自己的客业,不必为姐姐烦心,只要你好,姐姐就好。 姐姐说得是,你且放心,我自有计较。 少爷,小的不知您今儿个在大小姐这儿用饭,多有怠慢,求少爷您大人有大量,不许小的计较。 这道菜味道极好,怎么,青梅没把话说清楚吗? 本少爷喊你过来,是要赏你。 厨娘偷偷屈了一眼,暗想应当是大小姐脸皮薄,不好意思说这道菜是她花钱夹的,不由大大的松了口气。 小的做这些都是应当应份的,多谢少爷体恤,不知少爷是要伤小的什么呀? 爷赏你一记窝心脚。 阿唐。 姐姐,不妨是,天塌下来自有我来的。 少爷,小的不知做错了什么,又爱您这样的打。 说句不该说的,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 你说的对,爷不跟狗说话,没得辱没了爷的身份,叫人笑话。 秦梅,去请董姨娘和李嬷嬷过来。 这会儿子过去,怕是要惊动了老爷,反倒不好。 厨娘的算盘打得门轻,少爷平时看见老爷便如同老鼠见了猫,连话都不敢说上两句。 听到老爷在姨娘处,必定退缩,不敢延伸了。 正好,琵琶,你随秦梅一道去,将父亲也一并请过来。 就说我与姐姐有冤屈,求他老人家为我们做主啊。